这个画面我要先关掉 因为这样大家做出来都一样 那你会说 老师我就改一下这个调色盘 改成红色 这还是丑丑的 这样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不要只改颜色 我知道这很简单 对背景在哪里 在调色盘这个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他会改这个颜色 就是不会改背景 就是他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都不难 我跟你讲 以后 以后 这种资讯工具的应用 绝对是越来越简单 绝对不会让你觉得 好要这边做一下 那边做一下 不用 大概两成个步骤就做完了 好 所以 而且你看 功能真的不多 对不对 我相信 你们就算隔了一个礼拜 你还会换这个背景 因为 你大概就只有这几个功能可以选 所以背景你会换颜色就会换照片 好 那 在这个地方选择照片 然后自己去选 那我现在用它这里面的图片 最不会有问题 这是Google公司提供给你的 但是因为我们做那个健康管理 真的不要随便放这种东西 因为老人家很讨厌 这种形状 这种形状 真的 就是感觉不舒服 你说它会直接联想程式药丸 所以不要选择这一种 你随便选 你随便选一种 最好是绿色的或者是阳光的 或者是就不要选刚刚那一种就对了 例如说这个好了 这代表说出去外面走一走 你随便选 我跟你讲 这里面可不可以自己上传相片 或者是您的相簿 你随便拍了一张照片 都可以放进来 而且 我觉得更棒一件事 就是说不能连到本极端 因为它现在全部都是云端 希望你把照片 你拍一下 它希望你去抓手机里面的照片 这都OK的 就是不希望你去抓什么 去抓那个电脑本机的 所谓抓手机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把那个手机 Android的手机不是绑Gmail吗 这个Gmail它其实就是连到Google云端硬碟 它可以去存放你的相簿 好 那我现在就直接选它了 我觉得这个变换相片 你大概只要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 好 稍微等一下 你看是不是整个做完 我们再去预览观看一下 好 那我们通常 我们通常呢 会怎么样 就是摆出那个手机的形式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手机不是看那个长的吗 这样来去看 这样大概知道我讲的意思嘛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智慧型手机 我下车 会即将人 我下车 我下车